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咖啡厅接受着媒体的采访 并不是他立了多大的功劳 而是他有一种神奇的能力 任何一直不坚定的人 只要跟他接触都会情不自禁地排在他身后 这种神奇的能力带给正台便利的同时 也给他带来很多困扰 根本没有人可以抗拒他的后辈 跟他搭档的同事只有眼前这个黑脸哥没有受到影响 记者打算拍摄正台一天的工作 这时警察局传来通告 一名逃脱许久的诈骗犯有了线索 据称躲在情妇家里 正台和黑脸哥前往进行调查 看着摄像也跟着走 正台严肃地跟摄像说 你注意点你太显眼了 卧槽你身后跟一堆人就不显眼了是吧 这个时候情妇出现了 那大肠队眼看就要被情妇发现 黑脸哥在对讲机里对着正台一阵狂吼 心虚的正台玩起了贪吃蛇 这天正台下班去母校看望老师 身后依然跟随着大批小弟 保安大叔一看这架势 以为黑社会上门寻仇 还好正台有点礼貌 不然这大叔肯定得去捡平底锅 正台给学校带来许多荣誉 凡是他参加的田径比赛 无一例外他都是冠军 毕竟他有一个吸引人的后背 就算是波尔特来了 也只能跟随他的脚步前进 学校为此准备让他参加奥运会 可却受到了竞技联盟的抵制 此后正台的运动生涯就结束了 至于感情方面更不用说 28岁了就出过一次对象 而且对象还控制不住 老去排队 你说这要是打个野战啥的 中间是不是还得夹两个人 镜头一转 警局再次发来任务 抓捕一名嫌疑人 黑脸哥带着正台去抓人 前有黑脸哥 后有仲泰兄 正台兄后面跟着一帮小弟 自然而然 嫌犯就冲着黑脸哥跑去 与此同时 黑脸哥也奔着嫌犯奔跑 就在此时此刻 狭路相逢有者胜 两个人即将要展开一场生死的对决 黑脸哥以百米破酒的速度奔向前一人 然后 然后他妈的黑脸哥就排在了队伍的后方 紧接着嫌犯也跟随黑脸哥的脚步排上了队 此刻十大未解之谜又增加了一个 为何黑脸哥最后一刻没有坚持住意志呢 而且这怎么还用去抓犯人吗 往那一站管你是什么毒贩杀人犯抢劫犯 赶紧去后面排队去得了 就在我以为影片结束的时候 摄像也跟着跑了 怪不得这就结束了 摄像的都跑了 谁还拍了 至此整部影片完结 这部带有讽刺味道的影片 虽然是以采访即时的手法拍摄 但是也很好地把中心思想表现了出来 而且看完之后 小编又重温了一下探吃蛇 感觉还是不错的 看过的观众老爷们 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特异功能 或者有过有趣的经历 欢迎留言 分享你的快乐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 喜欢的朋友 关注大型观影 多多支持 每天一部好电影 丰富你的业余生活 我们下期再见